在水上乐园游泳居然会被大浪冲到海岸上 不会潜水但是想体验怎么办 Y40有专门体验的设施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五个奇特的游泳地点 一起来看看吧 魔鬼池 魔鬼池位于维多利亚利文斯通道的瀑布边缘 维多利亚的这条瀑布上游是赞比锡河 游客可以在瀑布边缘进行游泳 这个瀑布边缘一次可以容纳24名游客 一般在这里游泳需要带着导游前来 防止因为不熟悉地形而受伤 瀑布距离下面的水池103米 如果从瀑布上面摔下来 很有可能会丧命 瀑布的开放时间取决于赞比锡河的水位高低 水上乐园海啸 2019年吉林岩编一家水上乐园发生事故 本来是快乐的娱乐时间 然而水上乐园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海浪 海浪直接席卷了在乐园中玩耍的人 这场事故导致44名游客受伤 数十名游客直接被大浪冲到了岸上 举乐园的工作人员称 本次事故是因为操作机器的人员操作失误 将开关的档位调到了最大 才发生了这场事故 Y40 Y40游泳池是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 这是一个专门为自由潜水者和水废潜水员 进行训练的潜水池 水池深达42.15米 泳池中有32到34摄氏度的温水 这里有专门为初学者提供的水下洞窟 另外还有一个完全透明的水下悬浮通道 可以让不会游泳的人体验一下潜水的感受 死亡之池 位于夏威夷的吉普瀑布 因为在五年内有五人溺水身亡 被称为死亡之池 游客们每次都会从顶部的岩石跳下去 然后在下面的水池游泳 虽然这个水池只有6米深 但是当人们跳入水池之后 将会有大量的水涌入这个水池 人们会被大量冲到附近的岩石上 有些人会骨折 有些人则会直接死亡 虽然这里很危险 但是每年还是会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游泳 圣阿芳索度假村 圣阿芳索度假村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西边 约100千米的阿尔加罗沃中 这是一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的游泳池 这里的池水来自太平洋 经过特殊处理后注入泳池 水池中有加热设施可以保持水温不变 让太平洋冰冷的海水更适合人体温度 这个游泳池的保养费用高达1289万元 每天保持游泳池水量需要2.5亿升的水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一只传播启文趣事的兔子